真的对开车的人来说 或是上车的人来说 真的很好用 真的好用 请看VCR 好的 我们现在又走到了我们的第二个现场 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像以前的雨伞到底有多么的不方便 首先你看到当你把雨伞打开的时候 你要进车的时候真的很麻烦 怎么说呢 因为当你把车门打开 你人要进车的时候 你会希望说把车门关小一点 可是这样雨伞它关不起来 所以你必须还是要把整个车门给打开来 整个人露了半身在外面 才能够把雨伞关起来 这个时候你的表也湿了 衣服也湿了 裤子 鞋子全部都湿了 你才能够进到车门里面 所以你要先淋半分钟的雨 那再来就是说你的雨伞收到车子里面的时候 整个雨伞都把车子里面全部给弄湿了 那我们要下车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你必须要把整个车门打开来 人出来半身之后 你才能够把伞给打开来 那当你还没开伞之前 你的身体也就半分钟半身全部都已经淋湿 所以这一种叫做一救式的雨伞 这一种我们不要再用了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把神奇的反向伞 它到底多厉害呢 你看当你来使用它的时候 碰到大雨滂沱的时候 你要进车的时候 你不需要像以前把整个车门给打开来 我们今天只要留这样一小个缝隙 你整个人侧身进来的时候 它是完全在遮蔽的一个状态 那你只要留这么小的一个缝隙 你看这么小的缝隙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伞给收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上车的过程 手不会湿 伞不会湿 脚不会湿 你都不用担心 那当你要下车的时候 你也非常的方便 因为你只要留这么小的一个缝隙 把整个伞面给打开来 然后你要整个人下来的过程当中 不管你是在上车还是进车的过程当中 你的身体全部都是遮蔽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把伞到底还有多厉害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有 真棒哦 我觉得每一个开车